我国疫情数据就像坐过山车 好不容易的疫情趋缓 但是过去几个星期 却每天暴增了两三千宗病例 行动党披雳州主席尼克敏 抛出了阴谋论 怀疑国盟政府刻意让疫情数据飙高 以达成私利 来维持自己的个人的权位 因为我们大家看到整个抗疫工作 这个国盟政府似乎有意无意的 让这个疫情没有办法 这个橄榄链没有办法切断 也是霹雳安顺国会议员的尼克敏 今早在太平出席活动时 提到农历新年时期 确诊病例徘徊在一千多宗的时候 当时政府对清明节扫墓记组人数诸多限制 如今疫情飙高 却允许十万名大专生回乡性开斋 还延长爆发许多病例的斋 建月市级营业的时段 尼克敏质疑 国盟政府滥权 目的就只是要维持紧急状态 以及继续冻结国会 另外他也担心 如果我国再落实全国封锁 无疑将是对人民生计的重重一锤 国家经济将如同一滩死水 政府受促详细规划并对外解释 交给我们的华联独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